陳志堯經常會在Instagram分享日常生活點滴 也不時大派福利分享性感的泳衣相 但他的帳號在今天早上突然關閉 原來是被不法分子入侵 YoYo昨晚在Facebook發文說自己的帳號給黑客入侵 還上載那個黑客的WhatsApp對話 要求他要交出500元美金才可以拿回帳號 在談判期間他的帳號曾經被另一個外國男子用來做直播 直播吸毒接近2分鐘更吸引了300多人看 連帳號名都被人改了 YoYo透露日前收到一封假扮是社交網站人員的電郵 按電郵要求而重新認證帳號 相信帳號就是因此而被盜 大家都要小心留意